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要做的视频是 很多朋友跟我留言 要求我做的一个一起做饭的视频 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黄瓜炒蛋 里面会用到的材料有黄瓜、洋葱、鸡蛋 还有油、盐跟胡椒粉 这个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简单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包焦包毁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那就接着看下去吧 第一步就是打鸡蛋 我一个人吃的话 一餐一般就吃一个鸡蛋 我筷子放在房间里了 懒得过去拿 所以给大家表演一下 用勺子打鸡蛋 这个视频是加速过的哈 我平时的手速没有这么快 鸡蛋打好之后 往里面加一点盐 少加一点不然会很咸的 然后再搅拌均匀 接着拿出我们今天做菜所需要的食材 黄瓜跟洋葱 黄瓜是我昨天炒菜剩下的半根 我一般就只用半个 因为我的锅比较小 炒一整根的话有点放不下 黄瓜削好皮 然后把洋葱最外面的那一层剥掉之后 就可以来切菜了 首先把黄瓜对半切 然后再从中间剖开 然后竖着切就可以了 这里黄瓜片 不需要切很薄 因为黄瓜还蛮好炒熟的 看个人喜好 切薄一点厚一点都可以 切好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切的是比较薄一点 然后把切好的黄瓜片剥在一边备用 现在来准备洋葱 同样是先把洋葱的屁股给切掉 这里可以多切一点 其实要不然到时候洋葱切开的话 它不太好断开 然后我会再撕掉外面的一层皮 最外面一层会比较干一点 然后就竖着切 切四刀就可以了 因为洋葱它本来就是一层一层嘛 它自己会断开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炒菜了 我们素食它是没有明火的 我现在把火开到了最大的 先热一下锅 我的厨具都是放在上面的那个小柜子里 我现在吃的油是向日葵花籽油 然后这个瓶子是我之前买的橄榄油的瓶子 因为现在那个油瓶子太大 刚刚的盐还有黑胡椒粉 可以用手感受一下锅热了没 等锅热了以后放油 稍微放多一点 因为煎蛋要放比较多油 然后非常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就是我的室友进来了 我明明是选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录这个视频 我想着厨房应该没人 结果还是碰到了室友 好尴尬呀 好我们接着炒菜 我现在一边炒菜 还要一边跟室友寒暄 你知道吗 我等油热了以后 倒入之前打好的鸡蛋液 晃动一下锅底 让所有的蛋液都可以均匀的受热 差不多成型以后 就可以用锅铲把它划开 然后调到中火 把鸡蛋翻面间 再用锅铲捣碎 炒好之后 把鸡蛋盛进盘子里备用 然后再加少量的油 这次的油可以比上次少加一点 让油均匀地铺在锅底 再倒入之前切好的黄瓜片 开中火 把黄瓜片翻炒一下 炒好之后 放入之前炒好的鸡蛋 开小火 然后倒入切好的洋葱片 把黄瓜洋葱和鸡蛋炒匀 再加少量的盐 不确定的话 可以尝一下咸淡 如果觉得有点淡的话 再加一点盐 炒好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最后撒上一点黑胡椒 这盘菜就完成啦 我现在回到房间啦 这个就是超好的样子 还有我煮的饭 边有放红豆 南瓜和胡萝卜 那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bye